两岸元生踢不住 青州已过 今天对陈家来讲也算是一个重要的日子 全家老小都在院门外等着贵宾的到来 随着两辆小轿车再次驶入明河村 周扬也带着外国考察团到访陈家 干爸你终于来了 盼盼很想干爸的 杨扬也很想干爸呢 哎呦我的两个乖孩子 干爸也很想你们啊 随着几声车门声响起 从车内下来四位异样的外国友人 干爸他们是什么人呀 盼盼和杨扬都惊讶地望向这四人 孩子们别怕 这些都是干爸国外的朋友 哎呦快叫你的朋友们进屋坐吧 好好好嫂子 我这就和他们讲 只听周扬用流利的英语和四位朋友交流了起来 小曹你把礼物都拿好了 带着杰罗姆先生和奎音女士他们进屋坐吧 您放心吧周先生 我会着带好他们的 得知陈家来了外国友人 好奇的村民们也都将陈家围得水泄不通 大家都进屋后 周扬也为朋友们逐一介绍了陈家的每位成员 陈忠夫妇也忙碌地为贵宾们准备茶点 这四位就是我国外的合作商 杰罗姆先生 奎音女士和他们公司的两位设计师 刘悦他们由于不会讲英语 只好微笑地点头来向对方打招呼 盼盼杨阳 你们也来和叔叔阿姨们打个招呼吧 说哈喽就可以了 哈喽啊 叔叔阿姨们 哈喽 叔叔阿姨好 四位外国友人也微笑着回应了孩子们 杨阳在一旁和妹妹窃窃私语道 盼盼 其实我也会一点英语的 你听我和你讲啊 点头yes摇头no 来时康去试购 五哥你可真厉害呀 英语你居然都会说呀 那是肯定的啦 只有你想不到的 没有五哥做不到的 盼盼你五哥他讲的都是简单的英语 你要想学的话 大哥今后每天都教你一些 那当然好呀 盼盼谢谢大哥了 大哥我也要跟着你学英语 好好好 那我就一起教你们俩 艾阳 雪梅他今天怎么没和你来啊 雪梅他怀孕了 不方便出门我就让他在家休息了 雪梅真的怀孕了呀 那真是太好了 我前天晚上还和阿忠聊起雪梅的事情呢 等招待完贵宾 我就和阿忠去看望雪梅 我没有立刻告诉你们 就是怕耽误你们家里的事 等你们都忙完了再去看雪梅吧 再忙的是 也没有雪梅怀孕的事情重要啊 我家里还有老大他们帮忙照看着 你就不用为我们操心了 陈家因为孩子多 平日里家中就比较热了 而今天来了这么多贵客 再加上两种交流语言的混杂 屋内已是人生鼎废 艾阳你们还没有吃饭吧 我去给你们准备些饭菜 嫂子我们来时已经吃过了 来的人太多了 就不给你添麻烦了 周兄你真是太见外了 带这么多贵客来我们家 今日是让我们陈家蓬离生辉啊 陈兄太客气了 不过还是要麻烦你们 带着我们转转周边的美景 好好好 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来到院内 奎英女士也被陈家养的蜜蜂所吸引了 她开始不停地用相机拍照 盼盼也好奇地问到周扬 干吧 那位阿姨手里拿的是什么呀 盼盼那是照相机呀 这个照相机和盼盼之前见过的不一样 那盼盼有拍过照片吗 盼盼之前在合家的时候只拍过一次 但盼盼好想和自己家人拍照的 好好好 那干爸现在就去把相机借来给你们拍全家福 那真是太感谢干爸了 爸爸妈妈 哥哥们 干爸要给咱们家拍全家福了 听到盼盼说要拍全家福了 陈家人都兴奋不已 刘月连忙把公婆都交到院内 爸妈 周先生 要给咱们家拍全家福了 咱们准备一下吧 那真是太好了 咱们家的人都没拍过照片呢 等新房间好后 咱们也要搬离这老宅子了 刚好这次拍照能留个纪念了 咱们大家好好打扮一下自己 在陈老爷子的安排下 陈家人都书席打扮好 他们整齐划一的 站在这个美味陈家人梦开始的地方 将祥和的家庭氛围和对老宅的眷恋 都呈现给在场的美味贵客 大家都跟着我一起喊 茄子 茄子 伴随着清脆的相机声 全家十口人也将寓意着十全十美的祝福 送给美味粉丝家人们 真是太感谢周兄为我们拍全家福了 陈兄不必客气的 能为这样祥和美满的家庭拍照 也是我的荣幸啊 照片拍完后 刘悦和陈忠便带着贵客们 游历明河村周边的美景 来到荔枝园时 四位外国友人 也对陈家中的荔枝赞赏有加 Good good very good 艾阳他们在说什么呀 难道是我家的荔枝不好吃吗 嫂子您多心了 恰恰相反 他们是在夸你们家的荔枝很好吃 那我们就帮他们多摘一些吧 我看他们也不像干过农活的 没事的陈兄 还是让他们自己摘吧 这样才能有一些娱乐感 品尝到陈家美味的荔枝 外国友人也向周扬表示 想要购买一些带回去吃 周扬却婉言谢绝了 他们花钱购买的好意 他让朋友们随便采摘 毕竟比起荔枝的钱来讲 招待好他们 才是更长远的做法 他们也真是赶上好时候了 今年的荔枝大丰收 就是我们太忙了 没时间采摘拿去卖 这荔枝坏在园里 也挺可惜的 嫂子你别担心 明天我就叫人来采摘这些荔枝 我周边认识的公司老板多 他们给员工发福利 很快就能帮你们卖掉的 哎呀那真是太感谢你了 你又帮了我们家一个大忙 嫂子您太客气了 把这些外宾招待得这么好 是我该感谢你们的 随后陈中又带着大家 在山间河流中泛舟游玩 陈兄这里的景色可真美啊 游历过很多国家 还是家乡的美景最宜人 我虽然没有见过 其他地方的景色 但明河村的美景 始终在我心中是排第一的 像陈兄这样 他是肯干又有才华的人 过不了多久 一定会有所成就的 我这样的庄家汉 可从来没有想过 要干出一番大事业 陈兄你是知道的 我也是从农村出来的孩子 从前家里的条件 还不如你们家呢 周扬也为陈中 讲述了自己的心酸史 原来周扬家从前的条件 也是非常差的 迫于生存的压力 他开始上街乞讨 在乞讨中 遇到一位贵人 将他带到国外 自己通过多年的打拼 衣锦还乡 为家乡投资建设的服装厂 听了周兄的经历 真是让我感到 十分的敬佩和鼓舞 看来我也要为自己 树立一个远大的目标才行 陈兄是个成大事的人 我也只是触景生情 和你讲了这么多 我还想到了李白的一首诗 周扬从无尽的生活磨难中 衣锦还乡 此刻又身处于媲美失踪的场景 他便用这首早发白地成 来抒发内心的种种心酸 黄昏已至 周扬也该带朋友们回镇上了 盼盼杨阳也依依不舍地 和干爸道别 干爸你什么时候 再来看盼盼啊 是啊干爸 我们都舍不得你回去 你们就别缠着干爸了 他还要回去陪客人们呢 再说你们干妈也怀孕了 肯定要陪在干妈身边的 盼盼杨阳你们放心 干爸明天还会来的 嫂子 我听说你们的新房被人拆毁了 那明天我就带着采摘工人 和建筑工人一起过来 盼杨你想的可真周到啊 嫂子太感谢你了 明天我给你们多准备些饭菜 周兄那你们路上注意安全 回家多陪陪雪梅 明天忙完了我们就去看望雪梅 好好好 那我就先回去了 咱们明天见